這裡有一共兩個問題 一個是股價 一個是供應鏈本身 先講一下股價 那通常我們舉一個例子 我們看那個遊戲機 通常在寒假暑假的時候 很多人學生放假會打遊戲 所以可是很注意 在寒暑假的時候 遊戲機的那個股價行情是跌的 是 那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漲在寒暑假之前那兩個月 先反應了 對 就是說他們製作遊戲的時候 研發過程中的時候 那個時候股價是漲的 等到產品真的出來放假的時候 那其實是收割的時候 用這個情況講 我們在說市場提前反應 是講買在謠言賣在事實 這個古老的市場的那個經驗 那所以有可能現在說 應該反應的一部分已經先反應過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市場還是有疑慮 疑慮沒有完全消除 就是說你剛剛提到的晶片跟性能 這個產品的晶片性能 是不是真的突破美國的封鎖 還是說只是想辦法繞過去 用所謂重複曝光 犧牲良率 在所不惜這樣 所以現在市場還沒有得到確認說 你是真的在技術上真的是突貨 所以市場有疑慮 第三點就是銷售量的預期 可能不是真的說很大的那個展望 所以這個地方就不能帶動 供應鏈的這個銷量跟股價 所以基本上講這三點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說 到底華為這個新款手機有沒有真的威脅 甚至於可以取代一部分的蘋果 叫做刺激美國 這個地方我要回應一下 就是說 因為我之前上一次來的時候提到 說美國這邊的觀點 不是我個人觀點 美國這邊的觀點發現 要跟中共打交道的時候 透過談判來解決一些問題 發現有困難 因為習近平沒有辦法做出真正的讓步 為什麼 他任何讓步會被解釋為傷權入國 所以他這個背後是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在推動他 包括他集中權力 那個延長任期 都是有一個民族主義情緒在那邊 那這樣的情況 美國發現 必須把這個民族主義情緒的情感拿掉 才能夠好好跟他們談 在這樣的情況下 美國把華為選定為打擊的目標 所以他打華為是一定要把華為打到垮掉 也就是說 你根本不可能去避免美國的那個反應